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国产恐怖电影《山村狐七》 在中国的东北,狐狸是财富的象征 相传,如果你有幸遇到他们的话,你就会发财 所以很多人在发财之后就会说自己遇到了狐仙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就是一个谎言 甚至在谎言的背后有着令人惊悚的真相 好了,废话不多说,故事正直开始 这天,一场大雨困住了准备渡河的人 于是一群不同身份的人齐聚龙王妙避雨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一个瞎子讲了一个狐仙钓鱼的故事 话说河队岸的茶碑村相传有狐仙 15年前,一个戏班子到茶碑村唱戏 班主到荒野祭拜狐仙 接着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狐仙发了怒,班主就像中了鞋式的倒地抽搐 西班成员以为是狐仙所命,吓得拔腿就跑 等到两人溜到河边时 看到一个穿着睡衣的人坐在河边钓鱼 结果对方不是人,是狐仙 最后两人是一死一疯 瞎子讲完后,一旁的老王立即反驳道 自己听到的版本和他讲的不一样 根本不是狐仙钓鱼 而是山村狐妻 接着他又说道,茶碑村有个叫谢锦的烂毒鬼 为了还独债 他伙同村里的周全盗去了一个荒芜 最后看到了一个狐狸精 两人从狐狸精的肚子里找出了不少的宝贝 结果触怒了狐仙 于是谢锦被带到了狐仙殿 狐三爷给谢锦指的条活路 让他取一狐族之女为妻 为了活命,谢锦也只能答应 而相传七月十三是山精野怪出嫁的日子 如果在山里碰到晴天下雨 那便是狐仙出阁 凡人一定要褪比三舍 否则便会受到狐仙的诅咒 老王的故事讲完 瞎子连忙说 啊,对对对对 接着,称系的好奇询问 是谁告诉周全墓里有狐狸窝的 这时,马匪李半仙发话了 说他们讲的都不对 然后就讲了另一个版本的山村狐妻 话说十五年前 李半仙和师傅路过茶碑村 到谢锦开的谢家客栈落脚 接着,谢锦端出了烤全羊给众人吃 李半仙伸手去拿羊排 却被师傅拦下 然后师傅询问谢锦 村里的人都到哪去了 谢锦说是村里闹了瘟疫 全部都逃难去了 现在只剩下了他们一家三口 不久师傅和李半仙告辞离开 李半仙不解 师傅为什么不让自己吃肉 接着师傅让他用牛招子自己看一看 结果一看发现羊竟然变成了人 原来狐妖抓了村民 把村民都变成了羊 据说妖魔修炼通常都是日食一颗人心 吃得越多道行越深 为了防止更多的人遇害 师傅决定斩妖除魔 到了午夜时分 他们追着妖气找到了狐妖 狐妖附在了谢锦的身上 开始揍起了法来 无奈妖狐乏力太强 在师傅的牺牲下 李半仙才得以幸存 师傅临终前告诉他 狐妖记住了他的面貌 一定会来找他 而李半仙为了逃命 这才落草为寇成了马匪 之后李半仙就吓唬众人 说今晚山村狐妻就会来 不久后庙外传来了一阵歌声 接着一个村民忽然像中了鞋似的 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而庙里的人全部吓得不敢说话 接着副队长把外面警戒的警察 全部都叫进了庙里 而李半仙继续恐吓他们 说狐仙会附在他们身上 庙里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副队长信以为真 想要打开李半仙的镣铐 让他来救人 而一旁的女子 制止了副队长愚蠢的行为 说李半仙在撒谎 接着女子说道 自己就是茶杯村的人 谢景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谢家的祖祖代代都是村里的首富 脑饥荒的时候 不少人都饿死了 谢景为了不让村民出去逃荒 几乎是散尽家财 接济全村整整三年 然后女子仔细看了看李半仙 说他就是那个跳大神的 是他害死了谢景 李半仙说自己不认识这名女子 坚称他是被妖狐附体的 而女子反驳说李半仙在撒谎 随后李半仙让女子说出 自己是怎么害死谢景的 女子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 然后副队长为蓝拳起见 让手下把女子绑起来 而一个警察靠过去的时候 突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跟之前的村民一模一样 而李半仙趁机污蔑说 这是女子的妖术 然后让大家结应 跟着自己念驱魔精 而女子只能哭诉着 说自己不是妖精 这时副队长突然举枪 打死了所有的警察 原来这是李半仙 跟警察副队长达成的交易 一个谋财一个害命 副队长为了灭口 枪杀了龙王庙里所有的人 放过了一个瞎子和一个小孩 是因为没有人会相信 小孩和瞎子的话 副队长对瞎子说 知道怎么说吧 瞎子不假思索的说 是胡仙做的 接着李半仙蹲在女子的面前 讲出了15年前的真相 原来茶杯村闹饥荒了三年 谢景散尽了家财 养了全村的人三年 饥荒过去后 谢景不再救济村民 但村民已经习惯了 占谢家的便宜 而谢景不再施舍后 村里的人都在骂谢家抠门 那么有钱吃点米都不行 而周全和李半仙 基于谢家的钱财 打算趁谢景成亲之际 绑架谢景的媳妇 勒索钱财 为了促成计划 他们用两块大洋 买了一瓶蒙汉药 之后又找到了女子 利用她对谢景的爱 让她在婚宴上 迷倒了谢景夫妻 周全承诺不会伤害谢景 骗女子说 新娘落到马匪的手里 即使被赎回来 也会坏了名声 谢家为了脸面 到时候定会退亲 女子就能嫁给谢景了 就这样周全和李半仙绑走了新娘 中途李半仙去截手 周全起了色心 想要那个啥新娘 结果新娘醒了 推开周全开始逃跑 可惜很快就被周全扑倒 掐住了脖子 新娘是拼命的挣扎 而此时 西班的班主正在临终祭拜胡仙 新娘的哽咽声跟鬼叫似的 班主被吓得癫痫发作 不明所以的西班成员 以为是胡仙索命 吓得拔腿就跑 这时谢家的管家 顺着声音追到了这里 在救新娘时 被李半仙打得半死 而新娘也被周全失手掐死 接着周全对赶来的 马匪头子提议 去谢家抢钱抢粮 而管家突然扑了过来 将周全扑下的悬崖 同归于尽 接着马匪头子对李半仙说 他们佩服谢家 言下之意就是 这笔买卖干不了 而李半仙在茶杯村 已无立足之地 想要上山成为马匪 马匪头子说要试试 李半仙的胆量 于是李半仙就杀了 戏班子中的一个 然后让另一个人说是胡妖干的 而那个人就是现在的瞎子 也就是说 瞎子说了15年的谎话 这时雨停了 部队长和李半仙过河去取钱 部队长问李半仙后面的故事 接着李半仙说 谢景找到新娘的尸体后 举办了一场明婚 婚礼的现场 村民全都看笑话式的嘲讽谢景 说这就是报应 让他们这么抠门 活该 结果没过多久 茶杯村就爆发了瘟疫 村里的人死了一大半 活着的人也都被紧离乡 村子就这么荒废了 最后故事又来了一个小反转 这个渡船的人 竟然是抱着周旋跳崖的管家 管家在这沉船15年 就是为了等李半仙复仇 最后管家拉抱了身上的炸药 同归于尽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让人性的贪婪 自私 无耻 展现的灵灵尽致 也让我们看到了 国产电影人的努力 和国产电影的发展 所以还是值得一看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